那么好 我们说完了第二章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之后 那么我们的视野就非常的通透了 对吧 我们向外知道了宏观产业竞争环境 甚至我们还知道了超越这个经地体之外的 相关的行业在国际上 到底哪些国家是有竞争优势的 我们有没有 我们都了解了 然后我们自己的资源能力是哪里有优势 哪里有劣势 我们也知道 同时我们也知道了 我们的价值链一分解 我们哪些方面细节比对手做得更好 我们也知道 然后同时我们多个业务 到底哪些业务给我们带来了正的现金流 哪些是负的现金流 我们也了解了 在这种状态下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动若观火 是吧 寥寥分明 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进入到了swat分析 因为你都内外都了解了吗 那么swat分析呢 其实是综合考虑内外的各种因素 进行系统评价 找到最佳经营战略的一个方法 是吧 那么外部我们说呢 有机会也有威胁 其实就是好坏 是吧 然后呢 内部呢 也是好坏 就是有优势 也有劣势 其实按照我们的这个中国的传统的思想啊 要么我们用特别简单的一个分类法 就是分阴阳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分阴阳啊 这个分阴阳难度是非常高的 不见得我们能判断出这种阴阳的辩证的这种思路 怕不好判断 有的时候是阴中有阳 阳中有阴 为什么说这个阴阳分两仪 是吧 阴阳是呈现两仪状态 就是两仪 就是阴阳 然后两仪又分四项 这就是我们说的阳中有阴 阴中有阳 阳中再上阳 阴中再有阴 是吧 这四个状态 然后你再往下分 就八卦了 是吧 所以在这个分类的过程之中呢 这是一个思路 是吧 思路 是吧 就是进行分 那么在这个分的过程之中呢 如果出主关题 非常之容易 怎么容易呢 我们说画一个图 那么在过去的考试中呢 我们跟学生说啊 纸质答题的时候 我们说你就画一大的矩阵 少论画大一点 是吧 画大一点 然后把SWOT都写上 是吧 这个优势劣势 是机会威胁 是吧 然后呢 就去看那个题目 就去看那个题目 如果题目中 你只需要第一件事 是分内外 是吧 你先把说的这件事 先分成内外 是吧 说它是属于内部 还是外部的 内部的就 内部的就往上面分 外部的往下面分 然后呢 在网上写的时候呢 你同时判断它 是不是有好有坏 是吧 先分内外 后分好坏 是吧 我们这个词 总是能看出来 它到底是褒义贬义吧 一分内外 再分好坏 这就往里归类 特别简单 所以呢 SWOT分析的这种题目啊 最早期啊 出过一次 后来就不出了 再后来 在我印象里头啊 曾经AB卷里头 有一套 一套卷子出 一套卷子没出 那没出的呢 它就出了男的了 对不对 那么因为SWOT相对比较简单嘛 就是往里画归类了 就特别简单 就那个名字 SWOT分析那个SWOT 就已经把四个象限都说出来 所以呢 再往后啊 SWOT考主关题的概率并不是很高 因为它太简单了 那么在后来呢 会考什么呢 会考这个SWOT 画完格之后 我们要进行判断 到底该如何确定战略 这个是后来一直在考的 就是SWOT分析的应用 那么当我们画完了SWOT四个象限之后 一般来讲一个企业啊 它基本上的情况就是SWOT四个象限都有 威胁不是一点没有 这个机会也不都是全市 也一点机会都没有 这个都很少 一般都是呢 机会威胁优势劣势 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 在某些方面有优势 在某些方面有劣势 是这么一个状态 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 作为管理者就要统合呢 对SWOT进行分析说 到底我的优势大于我的劣势 还是机会大于威胁 我要进行判断 当我们判断完了之后 就会对我们所面对的 机会威胁优势劣势的这个点 我们有一定的确定 也就是我们说的呢 这个矛盾分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 是吧 那么在机会威胁方面 比如说我们发现机会是大于威胁的 那机会就是它的主要方面 是吧 我们找这个主要方面 那么如果在资料里头出现 类似这种判定啊 这种表达 它一定会告诉你 哪个方面是特别突出的 机会大于威胁 它会有语言的表达 你一看能看出来 那么我们说 在应用SWOT的分析的时候呢 我们画了这么一个格啊 大家看 这个地方的增长型战略啊 我们叫SO 那就是有优势 然后呢 同时外部有机会 条件具足 东风起 是吧 那么这个增长型呢 我们说的教材里 这个地方所安排的战略啊 应该是和第三章的配套 但是多年来啊 这两章的这个名词啊 始终没有改成统一的 这也是个问题 是吧 那么原来我们的第三章的 这个总体战略里面 就会有一个增长型战略 那后来变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增长型战略呢 对应的是我们现在第三章的 那个第一节里面 总体战略里面说的发展战略 你可以在旁边写一下 就看到第三章 你就知道这是对应的 就是自己有优势 外部有机会是吧 一语风云变化龙 增长型战略是吧 这个好理解 然后呢我们再往下看啊 注意啊 我们一般来讲是 这第一向线 第二向线 第三第四向线 是这么讲是吧 那这次我们先讲特好的 我们讲特好的 然后我们再讲最糟糕的 这是最好的状态 是吧 然后最糟糕的状态是什么呢 外部啊 行业的环境啊 外部环境啊 威胁大于机会 是吧 威胁大于机会 然后自己呢 在行业内呢 又有劣势 是吧 没有什么优势 比较而言 没有什么优势 这个情况之下 就只能是防御型了 是吧 防御型了 叫WT 外部有威胁 内部有劣势 这时候就是我们老说的 就那句 那句话怎么说 说人倒霉 是吧 这个 喝凉水都塞牙 是吧 乌漏 偏域连夜雨 船池 又域 顶头峰 是吧 这是 我我写了一句哈 叫做这个 是乌啊 乌漏夜雨 求生存 能活就不错 是吧 委屈求全 防御型 这个防御型啊 它其实对应的是 我们第三章的哪部分 是收缩战略中的 那基本上是两个 是收缩战略中的 紧缩和集中 是吧 就是把范围缩小 让自己的防守啊 更坚固 同时呢 实在不行 我们就放弃 是吧 就从这个行业内 干脆这企业就放弃了 能收回来多少钱 收回多少钱 跟股东一分 完了 是吧 就破产放弃了 这是我们说的防御型 然后呢 我们再看左下角 这个左下角啊 是外部虽然有机会 但是我在行业内啊 没有什么优势 我是劣势 这个时候怎么办啊 这个事儿就是我们说的扭转型 WO 这个扭转啊 其实是怎么转 因为自己有劣势 自己转过来 他还是有劣势啊 怎么转 就是转过去 抓住这个机会 就是转的意思 扭转的意思 是为了抓住机会 所以我写了一个叫 抓住机会不放弃 那么这种抓住机会 不放弃的扭转战略呢 对应的是我们第三章的 收缩战略中的 转向转略 就是说我确实不行 我内部确实有劣势 但是呢 我希望自己啊 在机会来临的时候 我比行业内的其他的 这个竞争对手啊 抓机会的能力更强 我把这个机会抓住 我没准就咸鱼翻身了 是吧 就扭转战略 就是要抓住这个机会 WO 要扭转 下面这两个 因为自己是有劣势的 无论是外部有机会 还是外部有威胁 基本上我们用的都是 收缩战略 这到我们第三章就会讲啊 这两个都是收缩战略 那么再看右上角 这个右上角 这个 这个向线啊 那么 如果企业呢 它处于自己内部 是有优势的 但是呢 所在的行业 遭遇到了一些威胁 在这种状态下 怎么办啊 我们叫做优势外溢皆随缘 什么意思 因为我有优势啊 我这优势在这个行业内 是吧 它有威胁 我不行 那我还有很多行业呢 这个可选择的 是吧 可选择的行业有很多啊 那我这个优势 面对现在的威胁 我可以去找其他行业 所存在的机会 就算其他行业的机会 平平 威胁也少 机会也平平的时候 我凭借自己的优势 我也可以在另一个行业内 打出一片天地 是吧 所以呢 这个地方我们叫做 多种经营 ST 这ST别跟股票里的 那个特别处理啊 ST相对应 那也是不好的词 是吧 那么多种经营 这个地方的词也没改 这个地方呢 曾经改过多元化 但是我一直想啊 就是我们教材的 这个一些词的细节啊 打磨啊 在变的过程之中 改了一些错误 但是也把曾经一度 改的比较好的一些词 又改回去了 是吧 所以我老说啊 就是在改的时候 有可能某一版 在最后敲定版的时候啊 这个可能用的这个电子版啊 很有可能就拿错了 是吧 有一小部分拿错了 粘贴粘错了 又把原来的东西拿回来了 这个多种经营 其实就是我们第三章要说的 多元化战略啊 就是在自己的本行业内 发现了威胁 不适合长期生存的状态下 保留自己原来的业务 然后把自己的优势 继续向外扩展 是吧 进行相应的 我们说的相关多元化 因为自己的优势可以外溢嘛 然后跟相关的产业有关系的 来进行的进入 我们叫多种经营S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按图所记啊 在过去的考试中啊 往往是输 是出客观题 就是基本上这客观题一出来啊 就特别明显的告诉你 某个业务在机会威胁 外部这个状态下 是有机会还是有威胁 你一看就能看出来 是吧 然后内部在行业内 到底是做的很好 还是做的不好 优势还是劣势 你也一看就能看出来 你只需要记住啊 这个矩阵 你就能够把相应的 这个题目中的这个内容 到底是S还是W 到底是O还是T 然后按在相应的位置 就搞定了 就搞定了 那么这个呢 教材中呢 有相应的这个表达 我们自己可以看一下啊 那第一行的 还这第一行的就奔 这个第二项线去了 是吧 所以我老说写书的这个人呢 应该是这个文科的 他可能至少啊 文科的也有数学好的 至少他又是文科 数学又不好 是吧 所以他经常在说这个 第一项线 第二项线 第一类型 第二类型的时候 他没有按照我们数学上 那个统一的这个项线 而自己比较这个随性 是吧 第一个类型 左上方 是吧 增长型战略 开发市场增加产量 然后第二个类型 往下 是吧 良好的机会 内部的劣势 扭转 是吧 利用外部的机会 清除劣势 是吧 其实清除劣势是很难的 其实就是抓住机会 让自己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抓住机会的能力 有所提高 抓住机会发展 是吧 第三类 就是内部劣势 外部威胁 右下方 是吧 防守 是吧 防御型的业务调整 是吧 然后呢 设法规避威胁 消除劣势 最后一个 就是我们说多元化 外部有威胁 用多种经营 利用优势 在多元化上 寻找发展机会 进一步增强 自己的优势 抵抗威胁 这是我们说的四个向线 了解就可以了 在过去的考试中啊 经常能看到这种 应用的这种考试 比如说像这道题 21年 去年的一道这个 单项选择题 说元荣公司通过多年的发展 一直占据行业第一的位置 这个表达是不是很清晰啊 说行业第一 那优势肯定是妥妥的 是吧 有优势 但18年以来 由于本行业专业技术人员 工资水平逐渐提高 该行业发展受到威胁 那特别简单吧 自己有优势 外部有威胁 右上方 什么呀 多种经营 也叫多元化 所以这个假公司 所要适合采用的战略 就是什么呀 就是多种经营战略 所以像类似这种题呢 你只要把握了它的原理啊 知道它的四个向线啊 是怎么放的 然后通过这个题目中的 非常清晰的表达 就能够指向相应的这个向线 这题目就拿出来了 指向相应的向线 你还知道多种经营 就选出来了 按图所记 这个是非常简单的 那么SWOT这个部分呢 我们说呢 我们这门课啊 战略这门课 第一年开考 2009年 然后呢 出过SWOT分析 然后2012年 又出过一次SWOT分析 从那之后 就再也没出过 就再也没出过 因为它太简单了 它只要是给出了这个题目 你就把SWOT往上一起 就往里归类 先分内外 后分好快 往里一放 放完了 这道题分都拿到了 所以太简单 所以后来就不怎么出这个 主关题了 就算是这个考SWOT的应用 也依然是用客观题的形式 来进行考核的 这个比较偏多 所以大家呢 在了解了之后 其实呢 也不用怎么背的 知道这个内容之后 真的题目出来了 如果你在2022年 遇到了一道主关题 SWOT分析 或者SWOT分析的 应用 那么恭喜你 中奖了 它比较简单 好 到这儿呢 我们就把第二章 给大家讲完了 说清楚啊 第一章 分数低 不重要 是个框架 第二章 作为战略 整个管理流程的起点 战略分析 它是非常之重要的 所有的点 虽然是在过去的考试中 有很多点 在很早以前 是一种主关题 但是在过去的几年里头 有很多知识点 都是用客关题 分不高的形式来考核的 但是 我提醒大家 这些点 都极有可能 在主客关题之间转换 不要认为 它现在近两年 是客关题 它就不会出主关题 所以呢 在我的最后的背诵版里头 第二章里面的 几乎所有的重要的知识点 我全给它放在了 背诵版里头 是吧 这个以保 这个万一有些细节 会考主关题 希望大家呢 能够把主要的精力 用在特别特别 容易出题的点上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最后的回报 会相当高 相当高 就是我们说的第二章 和第三章 你别管它 过去是主观客观 你就把它全都当成 主观题去背 然后呢 面对客观题 也一样轻松的答出来 这个就可以了 是吧 好 到这儿呢 我们就把第二章呢 跟大家讲解完毕 是吧 希望大家呢 第二章要反复的 要进行听 翻书 背 是吧 早期不用背 一定是以理解为主 把里面的逻辑 把它贯穿下来 细节一二三四 多看几遍 然后我们到考前的时候 再多花些时间 去背诵就可以了 否则你现在背 后来就忘了 是吧 这一点 大家要注意 安排好自己的 这个学习的进度 以及大家呢 背诵理解的 这个过往的 背诵和理解的 这个进度安排 和各自的特点 结合在一起 好 感谢各位学员 耐心的收听和收看 谢谢大家